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欢迎来到阿伯的孤勇者传说 没错,今天这一集影片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最新永恒装备 孤孤雕像的一个洗法的染人包 这一集影片我们就不讲数学了 可能还是会稍微带到一点啦 那如果你想要去看说 究竟这计算过程是如何得出的 可以去看一下 在下方完整资讯栏的这支影片 机体的计算过程 孤孤雕像的部分 好,那今天这里除了 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永恒装备的孤孤雕像的推荐洗法之外呢 同时啊,也会来带大家看一下 全域连级3S加的部分呢 我们要怎么样下去洗 因为3S加的这个属性比变多了嘛 当然你的洗的这个属性 所需要的这个要求呢 也是会变的 好,我们之前有在这个永恒装备 没有出来之前呢 有跟大家讲 如果你输出要最大化的话呢 那你需要这个全域攻击 在100%以上 你就可以洗出这个全连或者是全反 但这仅限于是输出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呢 你考量的是打架 那打架呢 要考量到你整体的输出 加你的坦度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把这个全域生命 也要加进去 这是没有永恒装备之前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数值 如果在还没有永恒装备出来之前 那你的洗法呢 大致上就是100%全域攻击 100%全域生命 那你就可以去洗这个五连或者是五反 那如果你今天全域攻击只有80% 然后全域生命也只有80%的情况下呢 那这时候可能就要去洗出这个四连一攻 或者是四连一生命 那如果今天呢 你的全域攻击100% 然后你的全域生命只有10% 但是你又想要打架的话呢 那就会洗出这个三连二生命 OK那这就是一个参考的一个部分 好那今天有永恒装备之后呢 因为永恒装备的这个血量啊 提升的幅度大概呢 是提升了2.5倍这么多啦 但我们先抓个大概就好了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大概就好了 那之前原本是100%嘛 那我们把它乘以两倍 所以我觉得至少呢 你的这个全域生命呢 是要到200%的 可以洗到这个200% 就是你的永恒装备穿上去 全部都换上去之后呢 那你的全域攻击跟全域生命的比例 就是必须要撑到全域攻击100% 然后全域生命200%之后呢 就可以洗这个五连或者是五返 那这都是3S的一个情况下哦 那如果今天到4S的情况 不是3S加啦 3S加的部分呢 那就不一样了 又再更不一样 因为3S加它的属性呢 是有所提升的哦 它会提升这个大概呢 就3S多了25%的一个属性啊 所以基本上呢 你就必须要把这条属性呢 去乘以这个25% 例如说像这个就变成125%全域攻击 那生命呢 一样要乘以这个25% 200%乘以25%那就是250%的全域生命 OK所以以它的机体来说呢 我们至少必须要有这个全域生命跟全域攻击 而且这个属性是不含雕像的 那我们可以去点竞技场 然后点别人的头像 拉到最下方这边有这个生命加成点进去 全域生命加成的总和来到了210% 所以以它的机体来说呢 是可以去洗出一条这个全域生命的 然后再来全域攻击的部分 它这边是来到了180% 所以它是完全不太需要去洗出这个全域攻击 OK那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 待会呢我也会稍微的做一个计算 来看一下这个还准不准确 毕竟说数值呢是变动蛮多的 那我觉得啦 全域生命应该价值呢 可以再更高一点 为什么因为光永恒装备就加了2.5倍了嘛 好来我们这边顺便呢 来跟大家实际的分享一下 我们的这个属性呢 要怎么洗哦 像现在哦 它刚升到这个9级雕像 那我们尽量就是第一条属性 就一定要洗出一个全域连击伤害 而且最好这个后面的%数要高一点 那这个后面的%数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说以顶级的数值来说呢 它只达到了94% 也就是说 假如说这个顶级的数值呢 是200% 那我们现在先除以100啦 然后再乘以94 所以差不多呢 我们的属性会落在188% 这样子算出来的 也就是说就是接近这个完美的程度 还差多少 还差了6% 不过已经可以了 毕竟说3S加呢 它不像这个3S 最低的属性的时候只有到这个88%嘛 但这边的3S加 最低属性是会来到82%的 所以是非常的低哦 所以这94%呢 就已经算是非常的高了 好 那我们刚刚也有稍微的用它的机体啊 来做一个试算 以它现在已经洗出一条3S加全联的属性 如果再洗出第二条的话呢 它是可以再增加60%的一个最终输出啊 60%是非常多的 那以它现在如果是全域攻击是180%嘛 那如果它再洗出一条 假设是45%好了 然后去除以100% 加当前的全弓 也就是说呢 要除以这个280% 所以它只有加到16%的最终输出 如果它现在洗一条全弓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域生命的部分 全域生命的话呢 它现在是210% 哇不说好不讲数学了吗 但我觉得如果不讲的话好像 大家又不太能够去理解到 那如果想要看结论的就往后面看 好以它现在如果210%的全域生命 再去加45%的话 那它能够增加多少的一个数值 45%放前面 然后就除以这个211加100 所以是除以310 所以实际上了之后加14% 但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永恒装备的价值呢 大概就会乘以2倍啦 我觉得至少也要乘以2啦 因为这个永恒装备太超模了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性价比其实来到了28% 那这还是比我们的刚刚提到的那个 我们如果去洗这个全联的话是60%嘛 还是输了这个60% 所以我们继续洗 那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现在呢 我还没有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把这个整个公式呢 算到非常的清楚哦 所以现在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 我们到时候会另外找有时间的时候 赶快呢 来开一个直播 然后我们直接一起来做个计算 然后算出这个最详细的一个公式出来 因为现在要考量的东西变得比较复杂一点了 需要好好的花时间了去厘清一下 那我们就稍微算个大概 哇98%天哪 好哇太扯了 太扯了太扯了 那他当前的连级这个系数呢 是已经来到了 18575% 这是他当前的 18575% 这是当前 那我们现在呢 大致上有帮他稍微算一下他的机体 1%全联大概大概是可以加到 36%的连级系数了 那 3s加的一个属性呢 差不多啦 是可以加到6680%的连级系数 所以呢 我们就是套上上面的公式 你要加的连级系数 我们算出第三条 如果再洗这个 3s加全联的话呢 总共可以加我们这个机体的多少的一个最终输出了 好那我们就套进去哦 68880 去除以当前的 那这68880是我们已经经过算出来的就是一个结论了 然后去除以当前的这个连级系数 18575 所以得出来我们还可以加到37%的一个最终输出 那还是大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痊愈神明啊 所以他第三条呢 也是要洗出我们这个痊愈连级 我还想说他这么好洗也太扯了吧 他刚刚第一条超级难洗洗超久了 这个我有重拍过 因为脸非常的黑啊 洗半天洗不到 哇 那 这边呢 有一个挺有意思的 他这边有一条属性呢 叫做这个对BOSS增伤 这也是蛮多人问说 这条属性到底好不好 其实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现在有这个BOSS增伤的武魂呢 其实你的BOSS增伤啊 都已经来到差不多200%左右了 那到200%左右的一个BOSS增伤了 那其实他的整体的提升幅度呢 就已经不是很香了 对他必须要这个 例如说我们现在当前如果是200%嘛 那就必须要乘以300 就是他这个29%之后加到10%的最终输出 而且只有对BOSS 所以比这个增加这个痊愈攻击 还要来的更差 所以基本上不可能会去洗这个BOSS增伤 除非你没有那一颗粉色的武魂啊 对BOSS增伤的粉色武魂 好我们继续洗这两条 哦 两条3S加耶 超扯的 他现在的蔬果供品还有很多 所以我们继续的 给他洗下去 继续拼一下 第三条呢 我们也要3S加 那至于说法师 法师的话就很难去做计算 基本上其实也是可以套这个公式 那法师的话就是你要加的技商 然后呢 去除以一样要这个当前的100% 这里 一样去除以这个100%加上当前的技商 然后最后呢再乘以100% 就会等于是这个最终多少%的一个输出 如果是这个法师的部分 那法师的话蛮复杂的 因为法师的话呢 他不是痊愈的 所以其实比较头痛一点 大家可以自己去稍微做计算 对如果是法师的话 那法师之后 来大家有想要提供这个3S加法师账号 来让我洗这个雕像 或者是只是一般的那个也可以 如果一般的3S也可以 如果你要提供账号 那囤这个到一定的蔬果供品 然后呢来私讯阿贝 那我就刚好可以随一支影片 随一支法师的雕像洗法的影片 好 好战士的也可以 好不好 我们成真一下 成真一下 最好是囤个一两千K吧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爆伤加成的部分 因为爆伤加成 其实他面板是加了两倍嘛 我们假设这边是加了100%好了 假如这边加了100%爆伤 那到面板变200% 然后再加龙也变成250% 但即便你加到了250% 也占不到这个最终的十分之一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增加输出 那还不如来增加这个权欲攻击 来的比较实在 来的比较实在 所以呢这个爆伤呢 基本上现在雕像是不太会去洗了 除非你是玩比较特殊的玩法 比如说像现在有战士呢 开始玩这个返回流了 那你玩这个返回流的话呢 那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先不要吧 这个感觉还用不到 对不对 感觉还用不到 但下一条感觉好像有机会用到了 对不对 好像有机会用到了 因为16% 还是有点难了 那抗爆的话呢 就是比较特殊玩法 我们刚讲到返回流嘛 就是撑血 撑回血 然后硬到让别人打不死 那这种比较特殊的玩法 那可能就可以去洗抗爆 好我们再继续的洗出第三条 3S的属性 我怎么感觉剩下两条洗3S就好了 不然再洗这个3S加 其他蔬果供品还是够多啦 还是可以拼拼看 但他出货率只有1% 所以是真的非常的难洗 而且属性还要好 对属性还要好 这个3S加最低竟然只有82 好像可能有81 我不确定 我目前看到最低 有没有82 这82超懶的 其实现在如果多洗了一条3S加全域生命 好像不错耶 其实 哦 这边88% 好尴尬 88% 先洗一条过度的好了好不好 先洗一条过度的好了 好 那我们再算一下 那以他当前的这个连级系数来到了24984 然后呢 去除以我们正要加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6880 这就是3S加的那个全联嘛 24984 那不对 是要用这个6880去除以24984 大概呢可以加27% 这个性价比好像比这个全域生命还要来的稍微差一点耶 所以其实 我们刚刚这只是算一个大概嘛 但是感觉好像对于他这个全域生命不到250%是确实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边最好是要洗出如果以打架来说啦 打架来说这边最好要洗出一个这个全域生命哦 对不对 要这个四全联 嘿然后一个全域生命 对这边这个攻击还是加27%嘛 已经比这个性价比还要低了哦 比全域生命的性价比还要低 所以第四条属性呢 我们就可以洗出这个3S的全域连级 或者是洗出这个3S的全域生命 诶都是可以的 诶都是可以的 来 那像这个第四条如果你有两条属性来做选择的话 就会比较好洗哦 甚至呢 我们也可以 就第四条如果洗出这个全域连级就先留着 然后最后一条属性我们就可以洗出这个全域连级 或者是全域生命都可以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第五条属性就会比较好洗很多 因为第五条属性通常都是这个耗费非常巨大 我们这个首席研究员姑吉呢 当初为了洗出这个最后一条属性 花了两百多万的贡品好像都还没洗到 他那时候好像只要洗这个3S啊 也就超难洗了 那更何况现在我们要洗的是3S加 所以这个167万呢 看似很多 其实呢 如果非洲起来的话 一下也就没了 那既然我们第四条 有两条属性的 可以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 那这边啊我就会 比较想要去洗出这个3S加为目标 毕竟说他现在的这个蔬果贡品呢 数量呢也还算多啦 我这个说多其实也不多 扣得非常的快啊 噴得非常的快啊 噴起来的速度非常可怕 来 所以大家还是要以自己的机体下去做一个试算 会比较准啊 如果这边 我现在算的都已经算是简化过后的 那你要知道 整体的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样算出来 一步一步导出来 那要看这步攻略好不好 机体的试算过程 那有时候阿贝 不可能每一部影片都算得非常的仔细啊 有时候还是会以这个大方向下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或者是以这个 我觉得 比较综合的一个洗法 下去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总不可能就是 哇 OK 好了 那最后一条 就洗这个全域生命了吧 毕竟说下一条的全域生命这个性价比 下一条的这个全域连结性价比可能就没这么好了哦 对不对 我们再用68880 然后除以这个31978 剩下21% 其实期望值还是相当不错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大佬嘛 所以以后你可能还会再抽更多的 呃 像是咕咕鸡啊 去收集更多的这个化形 那到时候又增加了更多的这个全域生命啊 对不对 你到时候拉起来 搞不好其实 呃 所以我觉得最后一条 其实去洗这个全域连结是更好的 以长远来说啊 因为 你之后出的 神器 背试 还有 坐骑的造型 可能都会去加到这个全域生命嘛 但不会去加到这个全域连结嘛 对 但如果以他现阶段来说 最强的洗法 打架最强洗法 那就是 四全联 加上一个全域生命 我们先洗吧 看最后洗出什么吧 我这个最后喷最快 其实如果有洗到 3S全联 就一定要留 为什么 因为那个 随着时间往后推移 到时候 又会回到这个五连是最强的 对 因为你的全域攻击跟全域生命 都会持续的 可以慢慢的从其他地方 往上去做个提升嘛 但全域连结很难 你很难再从其他地方去增加你的全域连结 除非以后有出 对 OK 所以他这个 这个最后一条属性 最好是出这个3S全域连结 这样是最 叫做什么 叫做 以后就不用再去想那么多了 对 那如果现在出了一个3S的全域生命 3S加了全域生命 那就可能要去 思考一下 全域防御 这样等于洗100次出一条3S加 100次 哇很贵耶 看一下 1200 洗个100次 平均要 120K才出一次 3S加耶 期望值 那他总共只会出10条耶 哇那超难的 那我觉得最后一条 不如帮他洗个3S就好了 对 哎呦 可是 要慢慢洗 呃 怎么那么容易 点过头 最后一条帮他洗3S就好了啦 嘿 然后让他自己再决定要不要洗出这个3S加 等一下 我是不是要洗慢一点 呃 我明明已经点到旁边去了 72%太少了 虽然说 是3S 但我觉得72%太少了吧 既然都要洗3S那至少来个将近80%的吧 3S应该有80%吧 我来看一下 有 有有有有80% 所以觉得至少来个80%吧 对 好 不然怎么对得起 3S加的这个雕像等级呢 那這邊洗出一個3S的 全域連擊也是可以啦 反正只要靠近這個80% 就可以接受 不然最後一條真的是太貴了 所以他最後一條這個容錯率很高 如果像他上一條如果洗出那個全域生命的話 那最後一條就只能洗出這個全域連擊 那容錯率就會低非常的多 剛剛是不是77%的全域連擊啊 錯過了 噴好快喔 噴超快的啦 OK OK 慢慢點 哎 哎 又錯過了 慢慢點慢慢點 OK 他沒有那個提示啊 3S全域防禦 其實3S那個全域生命就可以了 我覺得現在以他的機體啊 畢竟說遊戲呢你也不知道會玩多久 所以現在爽比較比較重要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現在爽就洗出一個全域生命 要以後爽就洗出這個全域連擊 那如果是我的話我就覺得都可以 畢竟說 我們可以等 就是先洗出一個能用的 然後第二個再洗出一個 perfect 對不對 先求有再求好 哇這真的是噴超快的 點一下都有那種 71%太少了 我覺得至少要75%以上 才比較能接受 才比較能接受 畢竟說他現在的 量還夠多啦 他的蔬果量 73 再洗 73還不如要剛剛那個72的全域生命 對不對 哇後面真的很硬喔 噴超快的 噢 Shit 33%欸 不要太少了 338 其實太少 全域攻擊78% 這個好像 沒什麼意義 才加10幾% 比全域連擊還爛 OK 全域生命80% 那以現階段他如果要靠打架的話呢 想要洗出一個打架的方案 現階段這個洗法是最強的 那隨著以後如果他 去課金 然後又獲得到了很多的全域生命 那這個全域生命的價值呢 就會慢慢的往下掉 然後到最後呢 全域這個3S加的全域連擊呢 還是會超越這個全域生命的性價比 遲早有一天 除非他不課金了 不打算課金了 那可能就會比較難超越 好 那大家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懂 我們最後呢 來做一個結論 這邊就是結論 如果今天你沒有這個永恆裝備 那你是洗這個3S屬性呢 那基本上只要你的全域攻擊 跟全域生命是100%的情況下 那麼就可以洗出五連或者是五反 那如果今天你是永恆裝備 要洗出這個3S的雕像呢 那你就必須要有100%的全域攻擊 跟200%的全域生命 那如果不到的話呢 就補 就像他這個樣子 他現在的全域生命只有210% 所以我們剛剛算出來的結論呢 就是他加全域生命的話 其實性價比還是不錯的 所以呢就洗出了一條全域生命 這樣是可以的 是OK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這個算式呢 還是非常的給力的 這個是我們之前自己導出來的一個算式 OK 那如果今天你是 永恆裝3S 那你全域攻擊有100%了嗎 但你全域生命只有150% 那其實呢 如果你要現在最強 打架的話 那就洗出這個4全聯 然後一個全域生命 對你來說是最強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永恆裝備3S加 就是他現在的一個狀況 那他以他現在這個狀況呢 就是 125%的全域攻擊 然後還有這個250%的全域生命 但這邊有個重點喔 我們講的這個永恆裝 是指全部裝備換完之後 他這邊還有三件裝備沒換 所以呢 他的性價比 還會稍微的再比較稍微低了一點 等到時候全換才會達到這個完美的250% 那我這邊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只是一個大概的算法 實際上呢 我們必須要再推一下 對還需要時間去推 就是一個大概的方向 因為這個我們這邊乘以2%的一個期望值 兩倍的期望值 其實就是可能這個 永恆裝備的期望值 是更高的 是可以到2.5%的 是可以到2.5倍 就250% 對因為永恆裝備現在的 性價比實在是太高了 對 這就是 所以 所以這永恆生命 就是這個 痊癒生命 性價比只會更高 就 甚至他可以到300% 也是可以的 這個就大家呢 可以自己去實測一下 這就給大家一個方向了 好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呢 對大家會幫助到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到下方的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伯 我們下集再見 掰 好燒腦喔 腦細胞死很多 你們有嗎